本週因為一、三、四一次會 現在繼續開會 介紹現場的委員 葉宜經委員 列許人員 交通部曾大仁次長 郵政司王挺俊次長 會計處洪一芬處長 人事處林仁靖處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翁文綺董事長 陳縣柱總經理 吳元仁副總經理 江瑞堂副總經理 周瑞琦副總經理 以及行政院主機處林秀村科長 其他處長我們就不一介紹 需要回答或說明的時候 再邀請你 那現在進行 請醫師人員 先讀討論事項的暗遊 審查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部分 關於交通部主管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預算 尋答及處理 宣諾完畢 好 請交通部曾市長報告 曾市長報告之後 請翁董事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 就本部主管 中華郵政公司 105年度 業務計畫 及營業預算編列 提出報告 深感榮幸 中華郵政公司 肩負通訊 與金融普及化 及之雙重政策使命 105年度 為提升服務品質 根據強化核心業務 並善用資訊科技推展 或轉由 爭取 跨境電商物流業務 配合數位化金融 BANK 3.0 打造 數位化金融環境 整合虛實服務機制 建置郵政電子商務平台 掌握市場商機 另外順應時代需求 及貿易市場國際化趨勢 持續推動 郵政物流園區 建置計畫 打造整合郵政商流 物流金流 及資訊流 至全方位 物流園區 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有關中華郵政 105年度 事業計畫 及營業基金編列營業收入 支出金額及其內容 接下來請 翁董事長向各位委員 提出報告及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 會議支持指教 謝謝 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中華郵政 五份演訓公司 翁文奇報告 個人於本年五月 受命擔任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深感責任重大 必須兢兢兢兢兢 全力以赴 今天藉這個機會 再次向各位委員報告 並行指教 首先要報告的是 中華郵政是以郵務為主 除惠受險為輔的公用服務事業 主要任務為提供普遍公平合理的郵政及基本金融服務 以增進全民福祉 如何善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是中華郵政全體兩萬六千多位同仁共同的使命與挑戰 我們一定會不斷的追求自我成長 以達成卓越服務 以全民信賴的郵政公司的願景 郵務方面 由於電子郵件及社群媒體的發達 傳統郵務的確日益萎縮 但我們運用電子商務 提升包裹小包的運能 整體服務已接近損益兩平的地步 其次 中華郵政所經營的儲惠業務 在郵資充沛的情形下 至今吸收的儲金已超過新台幣五兆八千多億 成為全民資金的重要蓄水池 如何善加運用 是一個嚴肅的課題 在受險業務方面 免體檢的檢疫人壽 發揮了社會安全網的功能 廣受民眾的信任與喜愛 微型保險推出快滿一年 也照顧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弱勢族群 再者 經過兩年的整理 修繁 大多數的郵局 環境已更見明亮 美觀 整潔及便利 我們也建立農業形勢力 協助各地的小農 透過郵政商城 直接販賣農產品 以減少中間的層層剝削 郵局已成為社區的重心 更是街坊鄰居的好處 以下 謹就中華郵政104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 及105年度 業務計劃及營業預算編列情形 跟各位委員報告 首先 104年度 截至10月底指 預算的執行成效 有關運用目標方面 截至10月底整體表現 較預算來的理想 包括儲金、售險、集郵及代理等業務項目的實際執行數 均較上年同期有所成長 僅郵件和匯兑業務 較上年同期略減 在收支及損益方面 到10月底指 稅前淨利共計101.2億元 達成年度預算的102.3% 扣除所得稅後 本期盡力達到87.35億 已經達成年度預算的105.96% 原定的截缴國庫的目標 82.14億 應可順利達成 有關固定資產投資計劃之執行的四大項 也依據我們的進度在持續辦理中 至於104年度的重要施政措施 在新興業務方面 包括配合跨境網購的需求 推動貨轉郵業務 另外掌握電子商務商機 在郵政商城開辦 關懷農產品的行銷特區 及文創專區 規劃開辦 網路交易 代收代付業務 行動金融卡 行動VISA卡 以及手機QR Code的行動支付等功能 在便民服務方面 我們已經完成了新開戶自動化 即應對比對系統 以縮短顧客的等候時間 也降低冒領的風險 還有把ATM的每日提款的限額 從10萬元提高到15萬元 加大幅度來便民 在兩岸交流合作上面 我們持續推展兩岸的郵政衣小包 和郵政宿地業務 下個月已將在台中 辦理兩岸征郵展 以相勿觀摩 為提振集郵風氣 本年4月 我們在台北舉辦的 第30屆亞洲郵展 吸引了超過23萬人次 入場參觀 也增設郵政博物館 台北北門分館的親子分館 在受險業務方面 為配合政府照顧弱勢族群的政策 我們微型保險從去年12月底開辦 到現在受理將近5000件 另外經過主管機關同意 也將減益受險的保額上限 由400萬元新台幣提高到600萬元 那麼為了加強行車安全 及提升整體的郵遞效率 建制完成本公司所有游用車輛的 衛星定位管理系統 將2600多輛游用車 納入我們的中央動態管理裡面 有關推動郵政物流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案 已經完成委託整體規劃 目前辦理環境監測 交通調查及分析 各建築物的委託設計監造 已經在陸續招標中 為行訴郵政新形象 已經陸續建置大中小型的示範郵局 也針對57處的郵局營業環境加以美化 增建公眾廳的廁所12處 並於33個郵局設置高齡友善專區 在23個郵局設有漂疏站 為了善盡社會責任 郵務同仁自發性辦理 關懷偏鄉獨居老人的服務 本年度到現在為止 已經達到54900多人次 第三 至於今年度的郵政事業計劃 僅報告如下 本公司的業務營運計劃 在郵務方面 將持續發展電子商務業務 及兩岸跨境物流商機 預定明年10月 在台北首度辦理世界遊展 拓展及由國際知名度和能見度 在儲惠方面 因應金融服務數位化的趨勢 並配合主管機關BANK3.0政策 將持續推出各種新創的金融服務 受險方面 將加強推展中長年期的保障型產品 以滿足客戶更高的保障需求 在資產運用及管理方面 我們將騰出 具有商業利用價值的節約空間 辦理活化 例如高雄的戰前遊局 另外也要配合都更 拆除改建老舊的局務 例如台北的信維遊局 以提升遊政整體房地產的運用效益 另外為了配合節能減碳政策 將持續控管用水用電用油用紙四省計畫 並將各郵局的傳統燈具 慢慢拆換為T8的LED燈具 在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方面 包括構建新的郵政局所 還有郵政的資訊作業發展計畫 自動化機械採購計畫 郵政物流園區計畫四大計畫 預計全年總投資金額是 27億3000多萬元 全部由自有資金支付 那麼105年郵政的預算編列方面 報告如下 在營運目標方面 郵件的量固然會減少大約2.33% 但因為收集郵件的結構的良性的轉變 營運值不減反征 大概可以比去年增加0.58% 那麼105年度 將是多年來我們的油物部分 朝損益兩坪目標前進的可能的一年 在集郵方面透過多元化的郵票主題 即創新印刷技術 即舉辦 國內外的國際性油展 預計集郵收入會到6億8千多萬元 也會比上年度增加1.79% 在儲金方面 我們預估全年平均每日的 節存餘額是5兆8千億元 匯兌方面 也會較上年的預算小幅增加 減益受減 因為有大量高儲蓄性值的保單 在明年到期 所以整個預估的全年保會收入會降到1430億 較上年度降低6.54% 至於郵物及儲惠代理業務 應該也會有些增加 分別可以增加8%到12% 有關整體營業收支及損益的預計方面 我們預估明年的整體的收入 會達到3215億5千萬元 較上年增加13.7% 支出的部分3112億5千萬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14.1% 收與支兩方面均有顯著的成長 主要在稅前淨利部分 我們預估明年的稅前淨利 可以達到新台幣103億 較上年增加4.08% 那麼稅後的淨利達到85億4千9百萬元 在提列法定攻擊及資本攻擊之後 剩下來的63億6千萬 應該可以順利的截繳國庫 至於105年的整體的固定投資計畫的四大項 共計新台幣44億1500萬元 我們都用自有的資金來自印 結語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中華郵政明年將慶祝成立120周年 我們將秉持服務第一的精神 使郵政的經營與時俱進 展現溫暖及可靠的風貌 讓全台及外島的所有的社區都說 真好 我的報告到此告一段落 敬請指教 謝謝 謝謝 那個 你把資料給我一下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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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主要都是因為保險的問題 這個事實上跟 對 這兩間的小小差距 主要都是因為保險的到期的問題 一部分是因為 一部分 是因為受險的 期滿企業增加 你收入面的收回準備錢 和支出面的 這個東西 雙方會有一些差距 是這樣子 那麼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預估 就像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預估全年度的 整體的 最後的結果就是盈餘部分 是比去年增加的 沒有錯 跟油物沒有關係 跟儲惠沒有關係 跟集合油沒有關係 純粹是保險的問題造成的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現在進行巡答 先先告以下事項 一 巡答時間 本會委員十加二分鐘 其他委員會委員六加二分鐘 二 暫定十點半休息十分鐘 三 委員發言登記以十點半截止 四 各委員如有提案 請離十點半前提出 以便醫事人員會整 五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請工作人員準備便當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 葉益經委員發言 請董事長好了 董事長 董事長 麥克風 董事長 你可以拿手的麥克風 你看到我的前面有一個手機 我這個是現場直播 為了公平起見 因為你離比較遠 聲音不要 到時候你回答的聲音都沒有收進去 不能怪我 你可以拿著手拿的麥克風 沒有關係 好 董事長 中華郵政呢 是國營事業 所以中華郵政 賺多少錢 歸國庫 虧損 全民買單 所以很重要 現在我就要來跟你檢討 中華郵政的業務 剛才我為什麼要問你 就是保險業務 當然今年保險到期的保單多 所以我們的支出多一點 這個理所當然 OK 要問清楚 但是保險業務還是賺錢的 我們的儲金匯兌 那更不用說了 儲金匯兌 大概全台灣最相信的銀行 除了台灣銀行以外 現在就是中華郵政人民的信賴度最高了 所以 除今很多賺錢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虧損 但是我們虧損的是你的 你的扛棒 大家叫扛棒 你的title叫做中華郵政 結果我們的郵政是虧損的 虧損多少錢啊 一年 董事長 趕快 我的時間很寶貴 那今年啊 去年是虧損兩億多了 今年有可能 郵政業務耶 就是郵務啊 是啊 兩億多 是嗎 你記錯了吧 那請別人值就要 三十億耶 怎麼會是兩億多呢 三十億耶 數字差這麼多 三十億啊 這個以前報紙有報告過 是主要郵政裡面的包裹 包裹 快捷 好 那就是郵政業務啊 但是整體的郵政 因為還有其他項目 他並沒有 總司長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 你不用緊張啦 我是要增加你的收入啦 你緊張什麼 我們明明就虧損三十億 就是郵政業務 虧損三十億 保險 除金不算 來 為什麼會虧損 你知道嗎 我要說的是 虧損是全民買單 你剛剛說到了 大中郵件 虧損 我剛剛跟你們要了這一本 其實郵政業務已經開放民營 開放了以後民營公司呢 每一家看到中華郵政的價錢多少 他就訂多少 事實上 中華郵政拿著納稅人的錢去虧損 民營的可能去虧損嗎 不可能啦 所以會有什麼現象發生 大家都很清楚 私人的郵件公司呢 大中郵件 整批丟到山裡面去 丟到垃圾場去 發現這樣了 所以現在大中郵件 沒有人會跟中華郵政擠 大中郵件通通往你們那邊跑 現在選舉到了啦 包括我在內都是這樣啦 為什麼 我們怕整個大中郵件都被拿去丟掉啊 所以就往中華郵政去寄啊 可是中華郵政是虧損的 這個沒道理呢 雖然我自己也記我覺得非常沒道理 因為現在大中郵件 大家都知道大中郵件就是商務郵件嘛 說好聽叫做商務郵件 說難聽叫做垃圾郵件啊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某種程度也是製造環保議題 結果我們大中郵件一張多少錢 一塊多 跟什麼一樣 你們大中郵件來這裡看 最貴的1.4 最便宜的0.86元 來我剛剛又問了中華電信 發一通簡信 動一個指頭 按下去 幾千幾萬張封的簡信就出去 這樣一通簡訊 一塊一到一塊八 一塊五 對不起我說錯了 一塊一到一塊五 簡訊喔 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按鍵就好 結果你們這樣郵差 難怪你們的同仁啊 叫做血汗勞工啊 他要去發送耶 他還要被我們立法委員緊盯的 不能丟到垃圾桶 不能丟到山谷丟到西岸 丟到焚化爐去 所以他們要血汗的去發送 這個 你什麼 你累死了勞工 便宜了這些商家 虧損了國庫 我在這裡 強烈的要求 有二十四年沒漲的油費 該漲了 該漲了真的 真的該漲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寄什麼 平信了 好 掛號 OK 你掛號 維持原價可以 或者調漲一點點 考慮到整個國家的這個公文體系有很多需要用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某種程度的補貼我同意 但是 大中郵件這種東西 不應該抗人民之凱 不應該抗人民之凱 你同意嗎 董事長 抱怨 十分萬分的同意 好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調整 我認為 應該做調整 非常應該 甚至我認為 可以大 大幅度的調整 至少要損益平衡 沒有道理拿人民的納稅錢去補貼這種商品 不是嗎 好 趕快去調整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那這個是光有誤的 但是呢 董事長 我剛剛給你 質詢的 你很開心 要增加你的收入了 非常開心 但是 再來囉 我剛剛 也 某種程度 罵了民間的遊局 民間所謂的遊局 但是再來不一樣 遊物呢 隨著時代的進步 也不是只有這些了 還有 快捷遊物 還有 包裹遊物 啊 這個齁 中華遊政 你就訓弊了 你們就訓弊了 人家民間 民間 現在快捷包裹 欣欣向榮 結果呢 你快捷賠10億 包裹賠17億 為什麼 這主要是啊 因為我們的 人事成本高 第一個 第二個 人家不用人事嗎 民間不用人事嗎 對不起啊 你的人事成本高 是剛才我說那 累死人的大宗郵件 我告訴你 包裹跟快捷哪有多少啊 你不要糊弄我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啦 因為 人家是24小時 道府服務 甚至還告訴你說 可以透過APP追蹤你的包裹 你的郵件 現在跑到哪裡了耶 結果呢 你們中華遊政是怎麼 上班再來 要寄的上班來 要寄的上班來 你不在家 要領的上班來 現在什麼時代了 雙新耶 大家都很辛苦 都要拼經濟耶 結果呢 你送快捷送包裹 還要上班時間 沒有人在就 對不起你自己來 這難怪沒有人要給你寄快捷跟包裹啦 董事長 你要調整 你要調整 真的 人力也要調整 我們會做人力調整 然後會引進新的這個叫做 智慧型的郵箱 放在各捷運站或大學或是商圈 讓他24小時來做 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民間值得借鏡的 你就應該去做 要不然你就不要做 就讓民間去做就好 了解 你不要給我虧損十億虧損十七億 你要做或者不做 你自己做一個決定 你要做你就要跟得上時代 跟得上民間的服務水準 不做你乾脆就不要做 我們省的人民納稅錢還要虧損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好 不是只有謝謝指教 你什麼時候告訴我 你可以告訴我 明年我就不會虧損 even你不做 或者even你可以追上 明年就不要虧損 可以做到嗎 我們會朝繼續做 但是用比較聰明的方法去做的方法來把虧損降下來 你要繼續做你就不能虧損 為什麼人家賺錢 你還虧損 這一來一往差這麼多 對不對 該給你的我要給你 該漲價的要漲價 但是啊 但是啊 你該改進的 該成長的你要成長啊 一定 不是一定嘛 你可以在這裡promise一下嗎 明年不會虧損了嗎 我們會朝這個方法來努力 你如果一定要繼續做的話 一定會 你如果一定要繼續做的話 好啦 主委 不是啊 董事長 我的質詢時間快到了 你這種答覆我不滿意啦 你要嘛 不然定一個目標給我 我說一年你做不到 兩年呢 對 我們盡量在一年啊 一年之內啊 跟委員這個 不能說保證 非常非常努力 一年啊 要達到油本身部門的損益兩平 不是這種東西 快捷 包裹 民間怎麼做的 不是 不是多難的know how 也不是今天才開始有的業務 人家都已經賺幾年了 你們還在虧損 對不對 只要比照就好啦 對不對 我們有業務人員如果 因為要業務24小時 該加班的就給人家加班啊 該聘請約聘僱的人員 三班次就三班次來啊 不是嗎 該給的要給啊 不要這樣超死勞務的員工 然後還虧損 這個我們員工做起來也覺得很噩啊 我明明被你超成這樣 你還跟我講虧損 經營者要檢討啊 不是嗎 一定檢討是 好 我等一下還是審預算的時候會追究你們到底要多久才能夠至少平衡啦 不要讓人民虧錢啦 我再說一次 中華郵政公司這塊招牌是國家的 所以人民是信賴的 無論在哪一個部分 這是你們的優勢你們沒有用到 你們用到哪裡 用到大宗郵件而已 商務郵件 垃圾郵件而已 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再來要說的所謂的 你們的郵政商 商城 業務也一樣 你要與民爭利 要做的話 那你就要做得好 你的郵政商城呢 我認為是這樣 現在什麼淘寶網啊 什麼網購了 一大堆滿坑滿谷 但是你中華郵政有一項優勢 有一項優勢 就是你保證不會被中華郵政A掉啦 對不對 保證這個東西不會太爛啦 你如果哪天面膜出了問題 你中華郵政的不會出問題啦 我相信啦 對不對 你這個優勢你不會用欸 你不會用欸 董事長 我的時間到了 你聽得懂嗎 信賴安全是你的特色 你不要去跟人家一樣 賣那些雜七雜八的 但是你跟人家講 我就是品質保證 不是嗎 那所以呢 我認為你是應該朝中高消費族群啦 不要跟人家還 台灣有多幾千種鳳梨酥 幾千種面膜 你跟人家賣那個 你應該是去賣中高等以上的東西啦 因為信賴跟安全是你的特色 你真的很浪費中華郵政公司這個招牌 看你來了會不會改善 我覺得長久以來是這樣的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謝謝 謝謝 現在請陳歐珀 陳歐珀 陳歐珀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邀請翁董事長跟陳總經理 請翁董事長陳總經理 陳委員好 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 這個中華郵政服務第一 這個是全體員工 大家辛苦努力的成果 本席肯定 尤其是兩個一個蠻有創意的措施 比如說你協助農民 這個郵購這個 這個一些農民辛苦栽種的水果 在高雄在我宜蘭都有很好的一個口碑 這個我本席肯定 第二個就是說你現在大力要推動 各地尤其是比較偏僻的這個郵局 做改建 整體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創新的柜台 這個都是很值得我們來稱許的 但是我在這裡特別提出來 這個我們郵政室工作很辛苦 送信送到被狗追 人生的安全備受威脅 這個是時候有文 根據你們的資料統計 今年一月到十月就453件 過去四年統計有2045件 平均一年超過500件我們的郵差被惡犬 這個供給的事件 這個算是蠻嚴重的 那 在今年 四月的時候 有發出300支的 這個 最新型的打口棒 這是網拍 每支要價320塊 董事長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知道 效果怎麼樣 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 這個不是很好 那也沒有什麼精進的做法 或是比較人性化的做法 我們剛開始是發那個狗餅乾 想要討好狗 也不好 後來他們拿網球拍也不好 那謝謝交通部 終於同意在前兩天修法 修改我們的投遞規則 我們就可以不按指投遞了 那現在有將近500戶 是有咬人記錄的 經過疏導之後 其中的大部分都願意改善 我們還是按指投遞 但是還有90戶有待觀察 這95按照新的規則 恐怕以後不能按指投遞了 他們有郵件的話 自己要到里長的辦公室 或到郵局去領 那個董事長 我聽說這個狗餅乾的效果還不錯 是不是因為 狗的可能口味不一樣 各地狗的口味不一樣 口味不一樣 所以 有的地方有效果的 又沒有效果 我看你的狗餅乾 只是在台北郵局 在偏遠的木柵內湖 這些在用 其他地區有沒有在用 適用 我們是從奧地利郵政 得到這個觀念 就把它試做 是不是因為價錢比較 適用的問題 你給他吃了之後 他以後越喜歡你 越來麻煩 所以現在你們就在今年十一 就是上上週 你們就通過一個 有關於這個 郵政規則 郵政規則 那是未來 未來這個 我們的郵政室可以按地址來投遞 只要是考慮到 由勿勢的職場安全的保障 那二潛的 二潛戶 你剛剛講有五百多戶是不是 現在經過溝通之後 大概還有九十戶 改善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這九十戶會被列為 暫時被列為所謂的不按指投遞 其他的三十百戶 都有已經承諾說會改善 所以我們還是按指投遞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 大概可以大幅降低我們這個 郵務室被 二潛攻擊的狀況 應該可以 那這個 十一月底就馬上就要執行了 對不對 是 我在這裡強調 職場工作的安全問題 因為郵務室他們非常的辛苦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郵務室還有一個隱形的危機 就是信箱 那個信箱 會咬人 而且把手指頭都咬掉了 為什麼 這個 舊室的信箱 那周邊的一些設計很尖銳 郵件塞進去 手伸出來 都是手 都是血 這個職場充滿危機 這個有沒有可能 董事長前面來安檢一下 好不好 看看哪幾個 就像你們二潛目的調查 看看哪幾個 哪幾個是有安全的餘力 那我們把它更新做安全的信箱 跟網上我來報告好不好 好 這個信箱的部分 我們 我們歷來一再再宣導 希望說客戶能夠依照我們所希望的這樣的形式來設置信箱 那麼對於還沒有配合的部分 也在加強 那麼確實剛才委員諮詢的有一些老舊的信箱 他已經整個都已經腐蝕了 那麼這個手指伸進去是會刮傷 嚴重 嚴重說有這個手指斷一結 那麼這個是比較形容比較過度 但是事情已經受傷 那這部分我們再來加強 好 那這個打狗棒不會再用了嗎 這個已經覺得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所以不用了 當時也是在示範 有些民眾覺得奇怪 你郵差送信就好 為什麼都在打球 原來是這樣 這個跟委員報告 原來是有帶他的防禦的一個小木棍 後來覺得這樣 對一些我們的服務的客戶來講 他們會引起誤解 認為郵差也不夠友善 所以才會想到用網球拍 效果不好我們就停止 這個不好我們就改變 我們說這個就是要檢討 有些創新的措施不是一下子推出來就很好 那有些是確實沒有去碰到沒有去做 也不曉得怎麼樣效果 那我剛才也是先肯定你們那個 尤其是董事長上來以後 協助我宜蘭鑽的農民 哈密瓜的這個油垢的這個事情 農民都非常感激 不管怎麼樣政府有用到心 他們就有感受到 像這個事情你們全國都可以去發動去想 比如各地都有農民摘種一些水果 那現在你們通路那麼大 你們本身也可以扶到我們的農民 而且也可以在這個油垢方面的業務能夠增加 這個是 這個是 富蒙其力 我們應該好好來做 謝謝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 你們的那個計算面 今年的計算面 有特別提到這個 中華郵政的獲利能力的問題 都不是很好 那個 董事長了解這個狀況嗎 您說最後結餘的盈餘的估算嗎還是 對對對 這每年的每年最後這個部分 我們的盈餘 今年事實上還不錯 我覺得 今年不錯 明年還會更好一點 傳統的信件 這個 傳統信件確實 前任的業委員也諮詢過 可不可以用力來改善 可不可以用力來改善 我們看一下表 我們現在 電子商務市場每年兩位數字在成長 這個是我國的電子商務市場規模 那只有我們這個 中華郵政 郵件的 業務的量的一個 收集量 是每年在減少 而且 你105年 竟然減少那麼多 那104年 就今年 是成長10% 那這為什麼 明年是 減少11.25% 這又是怎麼來的 成長量 這個是你們的表 包裹跟泰素郵件 你到明年也是 -11.25%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個 所有郵件 包括郵件跟包裹跟快捷的整個的結構轉型 所以量減少恐怕難以避免 但值的增加 要去努力 所以你會看到某個地方是減 某個地方是減 但整體上來看 應該還好 那個我提醒董事長注意一下 郵購後端的包裹跟快捷 快捷郵件的這個宅配的商機 其實會增加 你不要讓民營的宅配業者搶食整個市場 這個是你們的商機 民營做得好 當然我們現在架設的點 我們公司那麼健全 服務的品質那麼好 我覺得沒有理由輸他民營業者 這部分你應該好好去發揮去加強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第二點就是說 那個郵政商城的問題 郵政商城那個 好 這個多年來目前能虧損狀態 加農電越來越多 盡力的越來越少 這個是怎麼回事 當年五年前開辦的時候 當時的估值就是應該 因為資本支出關係 會連續賠五年 那這個表上顯示 真的是連續賠了五年 但是差距逐年縮小 但是我們已經在明年度 一百零五年度 首度編列盈餘了 也就是說經過我們好好努力 明年將會轉虧為盈 但數量不大 數字不大就是 這個商品是不是吸引力不足 我們說 這個 郵政商城的商品 這個第一個 或者行銷通路有問題 或者是說 這個 人毛不髒 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進行一個市場調查 我們會做 把這個原因調出來 知道 我想這個可以好好的分析 我對董事長跟總經理你們的 這個做事態度我是可以肯定的 謝謝 但是這個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對員工的 貼心的照顧 以及對社會的連結 比如我剛剛特別舉兩個例子 包括偏臉地區 你去更新 做一些門面的更改 或者是做一些貼心的服務的一些措施 不要進到有幾 好像看起來都是 跟進到當鋪一樣 然後人這樣 手在伸任進去 把那個 那個跟人跟人之間的人性化的設計 還有強調當地 當地文化特色的一個結合 不要我到宜蘭我就知道這個地方 大概我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原山鄉有原山鄉的特色 或者是我到這個 武捷鄉有武捷鄉的特色 這個很重要 那裡面的一個傳統的 我看鄉下這個地方特別有些改進 我覺得說 中華爾街應該可以好好花一筆錢 把各地比較偏鄉的 讓幾乎 每天民眾幾乎都會去 至少一個月會去兩次吧 或一次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老舊的郵局 急需要去更新 裡面的人性化的一些設施 能夠加強便利的服務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有感的 那我也期待說 翁董事長 這個 讚你這個 因為你從外交體系回來 國外的一些寶貴的經驗 可以做我們做參考 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能不能在員工 我們郵務室這方面 安全的這方面也能夠照顧 特別 這個每次招考郵務室 都很多人來 嚮往我們的中華郵政公司 所以這方面的福利待遇 我們希望能夠照顧 我們會不斷地提升 那不要再發現說 過老死 或者是被狗咬的手指斷掉 或被信箱咬掉這種事情 職場安全的問題 一併來做處理 好不好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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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請一下翁董事長 請翁董事長 翁董事長 翁董事長你好 那你到郵政公司來 到這個月也應該要滿兩年了 剛滿兩年 謝謝委員 那其實在三十多年前 我跟郵局就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宜蘭的羅東郵局 還有二姐郵局 裡面所有的電燈監視器 錦鱗都是我裝的 在那個時候我就看到 我們郵政公司郵差非常辛苦的一個工作的狀況 那你到這邊也已經兩年了 但是這樣一個郵政勞工的權利 一直沒有辦法獲得一個基本的保障 那在四月的質詢 你到八月去當一日郵差之後 其實這樣的一個工作權利的改善 並不是很明顯 我們看到在你八月二十號 你到台東去當一日郵差之後 還是有很多勞檢還是出現狀況 你看桃園郵局 八月二十七號 九月二十四號 十月二十二號 都分別發生很多的違反勞計法的狀況 像休假不夠 加班沒給加班會 或是不提供簽到簿 或者是出勤卡 八月二十七連續工作四小時 沒有三十分鐘的休息 九月二十四號 未一規定設置勞工出勤紀錄表 十月二十二 每七日未有一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 揚美郵局在十一月二號 也發生了未一規定 來設置勞工出勤紀錄表 這都是我們一再的要求 還是一再的發生 這個董事長應該要覺得很羞愧 另外我們郵政勞工離職的狀況也越來越嚴重 一個公司沒有辦法保障勞工的基本工作尊嚴跟權益的時候 當他離職的時候 這個董事長都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你看看 郵政公司台鐵跟港務公司 台鐵局跟港務公司 他們的離職人數是一年比一年少 我們郵政公司的離職簡直是離職草 一百零二年離職兩百八十六人 一百零三年離職三百二十六人 今年到五月到五月而已 就離職了一百七十九人 那這樣的董事長你不會覺得很對不起這些辛苦的郵政勞工嗎 我們剛好碰到這個這個離職草 因為我們統計到目前為止 現在還更多到了十月底 離職的借零退休 或準備提前退休的已經到了九百多人 你們離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主要還是在於長工時 跟勞役之中 還有你們也不給加班會 也被迫要這些員工去簽假的簽退找到等等 都莫名其妙也沒有辦法週週二日 而且還要做一些其他的賣保險 或是其他賣郵測相關的業務 董事長 你大概兩年來 對郵局的勞工的權益 一直沒有辦法做好好的一個照顧 不只這樣 你到郵政公司兩年來 我們看到兩大業務 郵政的兩大業務 不管是郵件跟受險 都是衰退的一個狀況 你看看郵件衰退 現在網路發達網購電子商務的快速成長 所以這種電子商務跟宅經濟 這一個成長 也帶動民間的這種包裹 收建的狀況 他們都有明顯的成長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郵政公司 今年的寄件量 已經降了4% 已經降了4% 我們105年的預算 甚至比100年的年度決算 衰退了10.47% 收入比5年前還要少 還有受險業務也衰退 你看看 新立的契約 今年跟去年相比 就好 每個月少了1200件 每個月少了1200件 就等於衰退了3.7% 然後保費的收入 也是創五年來的一個新低 101年到104年 保費的收入預算 都維持在1500億以上 那105年我們預估 保費的收入 下降到1430億 首度跌破1500億 你都在忙什麼 我可以報告一下有關保險的事情嗎 你在忙地保郵局 你在忙裝新的LED的這樣的一個招牌 你在忙著在大台北設立所謂的示範遊局 其他各區都不要示範遊局 你都在忙這些 你都在忙著擦脂抹粉 這樣大家對郵政公司 勞工也不好 社會的信任也降低 這樣大家對於外交體系 也會充滿懷疑 做外交都只做表面嗎 來請 董事長簡單說明一下 有關人力的部分 我們調查結果 這900多位同仁 他們服務年資平均是34年 平均年齡是60歲 你的離職率本來就是比其他的公司還要高 你們新進人員的離職更是嚴重 大家懷抱著對郵政公司的憧憬 然後很辛苦的考進去 然後考進去之後有將近三成都要離開 去年是15%吧 新進人員的離職率 我們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降到各位數 那所以採取一些措施包括輔導師的制度 每一個新進郵才就配一個自稱郵才當他的導師 然後原來前三個月的投地量 打七五折來算 而不能百分之百 所以種種的措施 就要讓新的郵務司進來之後 覺得郵局是他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場所 安身立命 行進人員就是在各公司 國營公司裡面離職率最高的 一般的員工的離職率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跟委員報告繼續改善 台鐵局已經很辛苦了 他們的離職率還沒有像你們這麼誇張這麼嚴重 要做一個照顧勞工 當然我們也跟委員報告 去年我們也非常例外的 用各種方法 同意 那你郵政 郵件的衰退 跟受險的這樣一個衰退 你怎麼跟 郵件的衰退恐怕是個世界趨勢 所以我們必須 人家民間成長 你還說世界趨勢 但是譬如說這個雙十一 這個對岸的結 這個網購結 事實上他都用非常低的價格來搶 所以他們是做到了量 賺了老闆 但他們的員工 並沒有賺到錢 這是第一點 那麼 受險的部分 因為 依照金管會保險局的要求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年的 六年的儲蓄型保險 被要求要改變結構 我們在四年之內已經從 佔95% 剩下佔60% 這一改變的結果呢 我們就變成中長年期的保費 所以中長年期保費收的錢就少了 所以我請教你嘛 我們的勞工權利沒有辦法獲得保障 我們的業務也明顯的衰退 那我再請教你 你在忙什麼 你花了900萬 去改裝地保郵局 這是在做什麼 然後你花了 4600萬 換了招牌 LED的招牌 說這樣叫差量招牌 然後你去設示範的郵局 示範的郵局 指在台北市有兩個 清北市一個 那其他的地方 都不用示範了嗎 東南西北 都不用示範嗎 你就只做表面嘛 然後 郵局 大家 一般的民意調查 大家認為 對郵局的兩大意見 第一個就是等候時間太長 第二個就是空間設計的一個問題嘛 我現在看 郵局的空間設計 跟我三十幾年前 在 去羅東郵局 二傑郵局 在裝監視器 錦鱗 電燈等等這些 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現在正在改變中 改變什麼 你只改變招牌啊 金山郵局 四千六百萬 你去只做招牌啊 你只做招牌 說要差量招牌 LED的招牌啊 你花了九百萬 你去弄地堡郵局啊 你獨厚金華區 獨厚有錢人 你對中部 南部 東部 我可以邀請 你根本就不理 我可以邀請委員 最近有幾年到 蘭以郵局 到馬公郵局 到澎湖郵局 到綠島郵局 到小琉球郵局 到東港郵局去看看 包括宜蘭的麗澤郵局 包括 呃 呃 台東 那你的示範郵局 都只在台北啊 以台北為示範 由各個責任中心局 來取經 包括台灣的 雲林的赤銅郵局 包括南投的水底郵局 包括霧台郵局 包括水煤郵局 包括水煤郵局 我陪你們去看 是不是都在改變之中 整個的優局的狀況 你4600萬年是怎麼處理的 我剛剛所講的 每一個郵局 還有二三十個沒有講的郵局 我每一個 我都去過 都在那邊看過 都請他們做下去 雲林的赤銅郵局 我就跟你講 三十幾年前 我就在裡面做過了 雲林的赤銅郵局 就花了2300萬 董事長 你不能只念大作郵局的名稱 你只做了招牌 4600萬 你只做招牌的一個更新 我現在再講 你相關的示範郵局 也只都只在北部 這是事實 然後你念一大堆的郵局 然後民意調查 大家都對於等候時間 對於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空間的設計 大家認為 非常的有問題 你要去了解民間的想法 不要自己當董事長 當得愉快 認為自己做了很多 然後大家只認為你只做表面的工作 這樣狀況要去做改善 是 謝謝委員 然後你現在 相關的 我們要從顧客的角度去思考 是 剛才 也有委員去提到 現在的 大家 社會大眾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的 跟 他時間分配的一個形態 那我們應該 招考更多的人力 讓我們的 勞工 有基本的 工作權利 跟尊嚴的一個 基本的保障 然後 也應該 要營業多元的時間的 這樣一個做分配 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有 1324個郵局 613個代辦所 現在週六 有提供服務的郵局 只有四分之一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週日 週日提供服務的不到百分之五 夜間郵局服務的不到百分之十 你要提供營業的服務的多元嗎 讓民眾有更多好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服務 而不是說 花了四千多萬 去做LED的新招牌 這樣叫差量招牌 這 這不是正確的做法 而且你對於 員工沒有照顧 新進生員 大家都拼命要 想要離開 然後限職員工 離開的狀況也非常嚴重 這樣怎麼去做 對民眾服務多元的一個 提供更好的服務呢 董事長 要對郵政的勞工 要有基本的照顧 跟尊嚴的一個保障 不要讓郵局的勞工 就拼命的想離開 然後對於郵件的退縮 以及相關受險的這樣一個衰退 你都要去做好好的一個處理 不要再只做表面工作 社會大眾都在看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導 謝謝 接著請楊麗环委員發言 主席市長還有我們的董事長 各位大家好 先找我們的董事長好了 汪董事長 好來 請汪董事長 汪董事長 郵局現在正好面臨非常大的瓶景的時候 過去郵局是民眾非常需求量很大的地方 但是時代改變了 現在很少人再去做這個郵件的寄送等等 但是局部的郵局在偏遠地區或什麼 卻還是很重要 所以這一點你千萬記得要以民眾的需求為考量 好不好 那你現在因為聽說要裁病 目前有1324間郵局 你準備要裁測掉郵局是在這個軍營地區 因為現在也要這個 也不準備要募兵 我們準備要募兵不再是這個義務的那個軍職 所以未來這個區塊人口人會很少職業軍人 不會像一般的義務軍人那麼多 那所以你目前聽說裁測下來的話 差不多有300多名的員工是要被裁測 確定嗎 員工是完全不受影響 那就是整併到其他的業務比較繁忙的郵局 完全我們市場也沒有這 因為這樣子所以造成大量離職炒是嗎 因為他原來在他分配的地方做得好好 你給他合併什麼調來調去或者職務不對等 不是他原有的 那不就造成很大的 你等於是逼他 你雖然說是你會給他整病 可是如果你整病的方式 讓他沒辦法適應或者根本就離他原來任職的這個很遠的要求跟條件的話 是不是等於就是逼他離走 委員提示這個問題我們非常非常注意 讓這種事情千萬不要發生 你講這種話等於沒有回答 你要怎麼做 譬如說正大門口有個指南郵局 正大那個小山上也有一個藝人有局 你講這種是單一 所以我們就把 我現在要求你 我要求你 你把這些員工都找過來 你自己就要 你內部就要先做好整個的SOP 這些人原來的職務在哪裡 未來你可能會跟他合併到哪裡去 你這些員工都要先做一個溝通 好不好 你不要你自己想到要怎麼樣處理他們就怎麼處理他們 到時候你這一群好不容易考進來的人 你叫他們情何以堪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 你初步要怎麼樣來做這些所謂整病裁測 或者是被迫離職的這些員工 你們會怎麼樣去處理他們 第一個是絕對不會所謂裁測 就是調整位置 整病 整病的時候人員是不整病的 人員是就是納入其他的郵局 或是其他的行政單位 你這樣講都是很籠統的 你給我一個準備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 好不好 事先做好準備工作 尤其要尊重所有這些可能被整病的勞工的心事 完全了解 好不好 然後呢 你我說實在話 尤其雖然面臨這麼大的困境 但是尤其的基層勞工還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這個業務量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你們會給他壓力 那包括這個商城的這個部分 你要重新思考一下 用過去的Gamma點沒有錯 郵局過去是類似Gamma點到處都有 可是現在大家尤其是新世代的孩子 他幾乎用手機就可以去採購去購物的 那麼剛剛有提到這個配送的問題 這個宅配的問題 那其實郵局這塊要跟民營機構宅配來搶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們不給加班費 然後宅配是及時送到 如果你有這個上班下班制的話 我跟你講你根本搶不到商機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不替勞工著想的話 他們可能你的業務量越來越緊說 這個不只是你原有的結構性的問題 還會面臨到你這個搶不到商機 必須面臨他們這個有可能沒有工作的情形 所以王董事長有沒有想到這個該怎麼處理 這個跟民間業者是所以宅配難以晉升有很多原因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民間業者是用獎金制的 收一件多少錢 多收幾件多少錢 但是國營事業法規定 我們不能給獎金 對 你們的限制是存在的 就是你多做少做都是一樣 我剛講就是獎金跟你這個加班是類似一樣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給加班費 那加班費又碰到明年1月1號的勞記法新制 一週只能做40小時 所以這個東西如何取得平衡真的是很苦惱 那麼這個所以我們就說把我們的郵政商城要換一個思維 就是不要讓它有太多的業績讓同仁感到很壓力 然後把它朝公益性發展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郵政商城去幫小農賣水果 去幫一些好的企業賣一些咖啡 尤其是小商小農 大商大農我們就比較不做了 那麼讓這個郵政商城呢 往公益的方向前進 往公益是很好但有收入嗎 收入會有 我不知道 我現在跟經理部門講說 國營事業你將來 這個是為什麼立委在質詢的時候 我要讓你講一下你們所面臨的一個困境 因為你們是國營事業 你們是有義務要這個不可以有太多這個賠錢的事情 那另外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你朝公益的話 那麼這個支出然後這個收益之間到時候我們再去追究 那你既然不是你本業的你要再發展 然後最後還是賠錢的話 那麼有其必要性嗎 那麼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麼你幫這些小農或什麼 做這種辦公益式的這個行銷的話 那麼是不是有帶動這些小農的商機 這個部分你也要給他算進去 要不然的話我們將來再看你這個 是不是有達到這個效果的部分 我們會要求你 你朝這個方向 但是我跟你講 你其實你要這樣子來做的話 不盡然人家願意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我們民間的那個小店 他們自己就那個網路連結一個群組 然後橫掃所有 只要有哪個農夫 那個水果或者什麼 一出現的時候 馬上鋪到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跟你講一個農夫能夠生產多少東西 兩三天就好東西兩三天都不見了 現在根本只要農夫有一個群組 而且他們現在也都自己自動加入群組 等到你要去經營的時候 人家早就已經怎麼樣 商機早就已經 沒裂分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用這種做在辦公室裡面 只上作業來想的 很難很難能夠搶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們必須重新思考一下 包括你那個受險的這個部分 到底受險在今天這個環境之下 它有其存在的功能嗎 而且你這個量夠大嗎 你有打下來 你受險必須要足夠的量 你才能夠支撐 如果你當初只是為了要辦這個受險 然後自己的員工自己去拉受險的人 都是找的都你們自家人 你這樣子撐下去硬撐 到底對不對 你講一句公道話 可以這樣硬撐嗎 跟委員報告我們的受險 檢疫人受保險 是按照檢疫人受保險法來 民國二十四年曆的 它的基本精神跟商業保險法完全不一樣 它就是要鋪建社會安全網 所以我們的這個檢疫人受保險 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它的受險保費收入 在所有的人受公司裡面 大概經常是排名在全第五名 大概第五或第六名 所以它的量並沒有特別少 那現在金管會是要求我們 除了這個檢疫人受保險法 也要做一些中長期的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轉型中 那麼提到這個今年的 明年的總保費收入會掉到 一千四百三十億 也是因為因應保險局 要我們轉型到 初期的收支 收入會比較少的中長期保險 所造成的 那麼我們是兩難 我們要遵守 監禮機關的要求 我們要善盡我們所有的 公益性保險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平衡 直接了當把你們的問題指出來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現在的所有的保險 大家都在擔心說 再加上這個少子化 人口結構的不均衡 你知道你們可能面臨的問題 這個在我們的三大年金裡面 就已經早就大家都在憂慮的事 好不好 我跟你講的為什麼要拉到中長城 其實就是擔心你 而且你們當時在辦的時候 很多都已經接近退休的人 你知道嗎 這一群人先領掉的話 你看你們現在業務又萎縮 那新進的人又大家都能夠轉換到別的公營機構 或者是大家都跑 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困境 你要及早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不要再硬撐硬凹了 你真的中長城在規劃 有這個支付能力嗎 你現在用你的這個業務萎縮的那個量跟那個能力 給他算一算你就知道 你現在這個不能怪你 但是你正好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位置上 你就必須要講實話 知道嗎 政府機關不要在那邊講這些 我們聽了都覺得無聊的事 好不好 我會問你問題 就是要你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當初的決策跟現在 目前面臨的狀況 你不要等到最後這個問題大爆發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員工都受害的時候 你才來講說我們不知道 哪會不知道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怎麼樣 在事先都已經可以算得精準的事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那個次長你上台 最好的辦法就是說 還沒有到最嚴重的時候 你就趕快怎麼樣 事先做好這個準備 那個退場機制或什麼先做好 不要到最後很難看 你幾乎所有害到的會是你們自己的員工比較多 我不騙你啦 我所知道的是這樣 次長你自己回答一下 對我想有關於這個中長期經營的策略 我想中華郵政其實有多方面在考慮 但是他先天上國營事業的經營體質跟一般民間是不太一樣 我們要再深入來研究 好我時間到了講那個等於沒有講 我是覺得你們應該講實話 該提出檢討跟做一個了結 或者是怎麼樣做階段性的一個準備工作先想好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教 接著請羅蘇雷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請那個中華郵政的翁董事長跟陳總經理 請翁董事長跟陳總經理 那個歐盟事長 其實中華郵政其實談的問題大部分都是老問題 包括他員工的離職、血汗員工 那當然他是一個成年的一個等於是累積下來的一些事情 不是一時間可以檢討 可是你們呢 你們在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你們所能管的就是一個很重大的決策 比如剛剛在談到說那個受險 你們人受險你說哎呀你的業績很好 可是你人受險你弄得越多嘛 你虧了越多 因為你以前早期找的那一些 利率都很高 後來利率調降了 調降了以後你那個利差損 那個我看你們都不敢算 那個利差損到底多少很非常嚴重 那當然你拿了這一些 那麼多的資金 人家說那個郵政儲金 那麼多潛在 你要去做一些轉投資 那可是你們做的那個投資 又都是很奇奇怪怪的投資 而且偏偏愛地雷股 那去投資的一道堆都是虧損 都是虧損累累 都是虧損很多 那你自己本身的投資能力你不夠 你到底是找誰去投資 那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譬如說好我看看你特愛那個地雷股 你們為了說你要投資那個投資報酬力 那聽說你們現在要到海外去自產 你們要到那個東京去買不動產 你要花新台幣28億 你要買不動產要出租 有這回事嗎 這個在評估中 我們大概有三個團隊出去看過 那麼日本的方面來過 但是現在還在非常審慎的想這個 為什麼要跑去日本投資呢 我請問你 你是要購買商業 你說購買商辦 去出租到日本 那你將來要怎麼管你啊 你將來什麼 你台灣台灣不投資啊 你為什麼要跑到日本去 你評估這個幹什麼 你告訴我你評估這個幹什麼 也就是說你們去出差 你再看看你的出差 你出差考察 你說你去日本兩次 你考察的天數越來越來越多 人數也越來越多 那績效沒有更好 不是我搞不懂耶 就是說你們在投資裡面 你偏愛地雷股 那你現在又到日本去買不動產 你是嫌錢太多啊 你看看你們自己的一些投資的績效 你從一百零二年開始啊 每況一下 你每況一下 你看看嘛 你一百零二年 包括你自己的一百零五年一酸書裡面 你的那個營業利率只剩三點二億 淨利率只剩二點六六 那個業主的投資報酬率只五點六八 是近五年來創新低啊 對不對 那你好 當然本業 本業我們知道現在民眾的一些 那個寄信的型態都改變了 大家現在很少人在寄信 包裹了業務嘛 又給那些快遞啊 那些什麼宅配啊 那些你被人家搶走 所以你的本業 那本業不行要去發展你的業外 你要從人獸去拼命要你的員工 要你們尤其人幾乎都拉來拉去 本業因為有同學在你們 你們那個游局裡面 我也被你們拉去投保險 我是愛人情不得已 對不對 那你他們很可憐啊 那可是好 他們賣了命 偏偏其他保險進來 這個錢你要好好的去應用啊 你反而沒有應用 你們那個投資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你們自己的那個那個 你投資喔 那個國內的股票五大類股 你金融半導體通訊網絡收交啊 什麼其他業的 請問你們虧損了多少 你很愛這類股啊 那虧損累累 本業沒賺錢 投資又虧損 現在就一花七想要跑到日本去買房子 董事長我請問你 你這樣對得起你的員工嗎 這是誰出的燒主意 要到日本去投資 要投資28億要去買商業罷了 罷了要出租 你不會去在台灣買商業大樓出租啊 為什麼要跑到日本去買 跟委員報告 其結果是經過兩次的考察之後 我們基本上接近放棄在海外投資的想法了 一定要拐位尋找國內的標的 不是啊 那很無聊 我市長這個點子啊 你都去了兩次 是不是去了旅遊了兩次 所以我說跟你剛剛的那個出差比例來了 你是已 要去日本買商業大樓 跑去日本 跑去日本 你看 跑去日本 去考察 去量次 你幹嘛 幹嘛 你告訴我當時那個動機是什麼 我很想知道 是誰出了這個主意 是誰建議的 當時的整個這個壽險業啊 因為國內投資標的難詢啊 包括幾個前前排前五名的壽險公司啊 都紛紛到各國去 那麼那時候因為匯率的關係 加上日本房地產 有相當的這個誘因啊 所以我們也派兩個團隊出去 那麼經過非常詳實的考察之後啊 發現這個想法 國內沒有投資標的嗎 國內都沒有了嗎 國內都不找啊 跑到日本去找 好 那你不護正業 亂投資外 你還專導公關 你看看你的公關 公共關係會 逐年增加啊 你現在看看 你105年 你的公關費用增加 為什麼要增加 業務量下降 存益率下降 投資也下降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公關費用要增加 這個公關費用好 其實並沒有明顯增加 而且啊 如果跟幾個公營事業比 按照人頭來說 不是啊 你不要說什麼 你公關 公關費用是按照人頭 按照什麼人頭 就是我們兩萬六千人啊 那看完我們的總體公關費 那你跟台灣銀行比 跟土地銀行比 你公關是給你裡面的 你裡面的員工使用啊 還是對外公關 公關是全體分配下去的啊 不是啊 你公關 那你是每個員工都要去公關嗎 不是這意思 它有一個指數就是說 每個員工都說 每個員工都說 你現在你的本業的營業收入都在下降 都在降低 你的投資也都在下降 那這些都在下降 那你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你的公關 你的公關費用要增加呢 你的公關費用要增加呢 為什麼 搞不懂耶 你業務在萎縮 你的都在萎縮 為什麼你公關費用在增加呢 我們公關費用按照會計長跟我講的 今年相較於去年是增加了48萬新台幣 不是啊 那我就問你 你應該要減少嘛 這樣不是錢說 你增加多少錢 你為什麼要增加 你的本業在下降 你的因應利利利在下降當中 投資也都不行 那為什麼要那個 好 那你亂搞公關的以外 你還做錯事 我請問你 網購 是你中華郵政的專業嗎 是你本業嗎 我們正在努力的學習中 什麼努力的學習 因為根本不是你的本業 你現在看幹嘛 你網購你歷年來的虧損 你幾乎你虧損累累啊 都一直在虧 所以你郵政商城 你從99年正式營運到現在幾年了 五年 對五年 五年你都一直在虧損 因為這個不是你的強項嘛 因為根本不是你們了嘛 那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五年前規劃的時候我不在位置上 當時就預計因為資本投入關係 應該會虧損五到六年 果然真的虧損了五年 但是每年差距逐年下降 那你往後呢 明年開始 不是你現在看喔 明年已經有信心編越第一次的營運 你會虧損會減少 是在哪裡呢 因為你的一些其他的那些成本 也許他會控制的 營業費用他比較少 那當然啦 你收入少 營業費用當然少 這個是必然的 這個不是那個 可是你的營業額是在很明顯在下降當中 那所以你要去評估到底你這個你還要虧幾年 這個內部有討論要繼續做還是繼續不做 但是有除了網路商城以外的考量 就是藉著網路商城的存在 讓我最後一里的投送的優勢是他的業務可以增加 所以如果從網路商城看網路商城是看不出全貌的 你要把後面所產生的物流的效益 還有投地的效益一起加總進去 事實上這樣一算的話會比較好 我跟你講董事長 一個企業的經營 當你的本業在萎縮的時候 那當然你可以去擴充你的其他的一些所謂本業以外的行業 可是當年你們那個受險 那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吸收那麼多錢進來 因為早期你的利率很高啊 你現在的利率剩下多少 所以你的利差損你虧損太多了 那你利差損多的話再來 你拿了那麼多錢你去投資 可是你投資的標的你們現在投資是你自己評估的還是為外呢 我們在國內的部分都是自操為多 你都是自操自己操作 委託的只有一家 那你現在那你操作 當時你們是怎麼評估的呢 評估選股評估啊 對啊你們是怎麼評估的呢 我們的操作團隊大概有一百多人 有一個處 那麼裡面的基金經理人 分析師 交易手 整個的配備啊 跟一級的建商是沒有兩樣的 那麼都非常專業 你自己看看 你們這些整個的投資啊 你投資長期你這樣投資下來 你的顯股 因為你資金太多了嘛 你資金很多 那你資金很多你要有出路 可是你出路你去找的 你真的我本期諮詢過好幾次了 你們那個地雷股啊 就偏愛地雷股 每次投進去都虧本 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很大的那個錯誤啊 那當然現在大家說 那是不是我們高鐵 高鐵要用這些那個資金去投資 那我們那個郵政出金有沒有要去投資高鐵 我們有被詢問過 但是主管機關對於我們 類似用壽星的方法去投資啊 有保留 所以現在目前沒有 沒有 我們有在做準備 我們有在做準備 必要的時候做 但要修改一些辦法 但是辦法的修改權不在我們郵政公司手上 好接著請管碧林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請董事長 請翁董事長 請董事長 好 那所以不要氣餒 這個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回過頭來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個綜合的評價 但是本席聽起來就是 委員在強力監督的時候 董事長好像有一些氣衰 你要堅強起來 本席對郵政是充滿了歷史的感情 那這種對中華郵政的感情 我必須很坦白的說 確實是讓我對中華郵政的業務有比較多的同情 好有比較多的同情 所以今天的很多這個質詢監督裡頭 我比較沒有發現就是 董事長把你們的限制很清楚的講出來 好 那當然有限制不是理由 在種種的限制之下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那新的董事長 有什麼戰略 有什麼方向 好那這個部分 比較前瞻的部分 確實我們也沒有聽出來 好所以本席大概會這樣看 第一個首先我要我要告訴董事長 油霧的部分 你千萬要善待我們最基層的油霧同仁 你看看這張照片 這個是我們高雄氣爆的時候 王世貞油霧是 他必須採爛泥爬碎石堆 每天要不顧危險 徒步把信送進去災區 好那這張照片本身就相當的感人 那這一點只不過我提醒董事長 油霧在油局的業務 每年虧損1.4億 這百年老店在投地業務正夯 也就是網路商務大幅成長的時候 他深得人民信賴的時候 他虧損1.4億 確實你在立法院會被大家苛責 好但是在苛責的同時 我覺得你要把你的限制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 我看你們的管理成本 就是營業成本相當的高 勞務成本佔總成本已經是 197億1850萬 這是勞務成本 你的營業成本裡又有282億 這麼多 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相當的高 應該說營業費用 你的營業費用加上你的勞務成本 總共有479億 有479億 十幾%啦 佔你的總營業額 你的總營業額是3214億 佔總營業額十幾% 這裡面有很多 其實我們當民意代表的都知道 就是有一些郵局它是效益不髒嘛 可是你們基於公共利益的責任 你不能裁測 你不能裁病 再偏遠 你都要有 所以你們的營業成本本來就會比較高 所以你的營業費用 加上你的勞務成本 高達479億 但是本席還是要提醒你 雖然有限制 可是你有沒有從中 還是好好的去精算 有什麼可以准結的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這是一定要的 好不好 是 但是這個限制你要讓大家知道 這只是災區 它不是偏遠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中華郵政的郵務 是它所扮演的公共的角色 公共性是非常高的 那這種公共性也就讓你們的管理成本 管理費用會非常的高 所以這一點我是替你們講話 但是在替你們講話的同時 董事長 是 我仍然覺得 你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你在郵務跟受險 在郵務跟受險 其實都是衰退的 可是你對你的 你看看 這是郵務跟受險 基本上你的收計量 年年主要都是衰退 到這個這幾年來 100年到105年之間 平均是衰退7.09% 雖然說你的收入沒有衰退 可是衰退的危機是很明顯的 因為你的量都大幅的在滑落 這個是郵地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你受險的部分 受險的部分你告訴我們說 因為保單要釋出很多 所以你衰退了6.54% 可是為什麼沒有平衡 這也是你受險業務當中 你非常需要去檢討的 我的保單到期的那麼多 可是你心招攬的 為什麼沒有招攬到把它平衡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你在受險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面臨的這種衰退的危機 是非常大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們的房地產 你們的房地產是賺錢的 你看看以過去 今年來講你們是賺了2億多 對不對 可是你的房地產 你說你未來要增加到5億元 那這個部分我有意見 為什麼 因為你們全部跟那個台糖很類似 本席對台糖的土地利用 我一直很生氣 台糖的土地利用最多都是用來做Motel 都讓人家租去做Motel非常多 那你郵局的土地利用 你看看 來看一下 你們把郵局 商旅 來接下來 這是豐原郵局你們做商旅 台北東門郵局也是商旅 再來 這麼漂亮的一塊 你們也是要讓人家設定地上全 20年也是要做五星級旅館 沒有公共性 沒有公共性 像這個 這麼大的一片地 在這麼精華的地方 你讓人家設定地上全20年要去做五星級旅館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你們的土地利用未來只怎樣 只要增加到5億 我們想到的都心寒 所以這一塊也是你非常痛虛要下去檢討的 這種土地的利用完全沒有公共性 這完全沒有公共性 接下來 都沒有公共性啊 行為郵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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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報紙上是沒有寫的 我們那個行為郵局那塊 那個就是我媽媽在用的郵局 他未來在一樓二樓 要住五星級飯店 一樓二樓還是維持一部分 對啦 但是你的土地的利用 然後在二樓部分會有一個公益性的 公益性的這個 這不是我的題目 我的題目是你所有的郵局的土地開發 土地利用 百分之百全部拿來做商旅 你知不知道台灣的旅館業 目前面臨的是一個高度的競爭 將來 將來絕對有朝一日 會大量的倒閉 絕對會有朝一日會大量的倒閉 我們已經有國內的產業界 利用現在去歐洲去世界各國買旅館 然後他們將來要等國內的倒閉 朝的時候回來台灣買旅館 那這個產業現在在路客大量膨脹的時候 這個產業正夯 可是正夯的時候 一條龍的情況之下 民間已經出現大量收購 大量開發這種商業旅館的同時 在做路客生意的同時 你們竟然把郵局的土地利用 投入這樣一個蜂巢之中 我們認為他沒有永續性 不只他沒有公共性 他也不會有永續性 然後你們投入這個蜂巢 投入這個路客旅遊的一條龍的蜂巢當中 去投入這個商旅 我認為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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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最後一個數字 本席要讓你知道最後一個數字 一個公司它的營業額可以高達3214億 實在是龐大的一個公司 可是呢 3214億的營業額你的淨率呢 只有八十幾億嘛 你的稅前淨率只有八十幾億 那你的淨率率只有2.66% 這樣的公司的營運其實背後有非常多的限制 什麼東西是法令需要去研議突破的 譬如說你們用來做投資有價證券的部分 是不是法令應該要突破 到底要怎麼去研修 那董事長剛來的時候還雄心壯志 可是也沒看到你們去研修嘛 所能夠有的比例是非常的低 所以有一個數字是什麼 是你的稅前淨率總共是134億 134億裡面呢 你從儲金賺138億其他全部虧損 受險虧損2.6億 油物虧損1.4億 儲金賺138億 儲金賺138億裡面 利差賺109億 投資就是你買股票 其實買股票剛剛有委員講說你們都買地雷股 那個應該是多年前 你們股票目前是賺錢的啦 你們的股票跟你們買的債券 103年是賺29.1億啦 換句話說你們所賺的138億 你們所賺的138億 有109億是利差 所以整個油局幾乎都靠什麼 都靠借錢給銀行在賺錢 其他全部虧錢 有啦你們證券交易 投資賺29.1億啦 就是這樣 然後去補油物虧損的1.4億 跟受險虧損的2.6億 所以你總共 你的這個109億 109億的利差 加上你的有價證券29.1億 加起來138億 是你的稅前進 是你真正賺的錢 是你真正賺的錢 這很可怕喔 來 痛加規劃跟檢討 如果今天黑貓會賺錢 PC Home的時代 你看看我們的電子商務的規模 這幾年膨脹的程度 從100年 我國電子商務 這還不包括國外喔 我國的電子商務的產值 從100年的多少 5626億已經膨脹成長 到105年 將會是一兆1277億 網路商務正夯的時候 郵局這一家百年老店 為什麼你們的郵物是虧錢的 我認為你們的公共利益的限制之外 你一定要朝向你的大戰略 我要不要朝向網路商務時代的接軌 網路商務時代接軌很簡單 剛剛大家都在講加班會 不是 我們在交通委員會 我們去審港務公司的時候 一出手要給我們成立五家子公司 我們在審陶基的時候是幾十家子公司 所有的國營事業子公司那麼多 郵政啊 你要去接軌這個上兆產值的電子商務 要去發揮的時候 偏偏你們沒有子公司 你的中華郵地啊 好像死在那裡啊 那個叫什麼 中華快遞公司 中華快遞公司好像死在那裡 你透過你的子公司 你去處理宅經濟時代的油物的競爭力 才會出來啊 你現在以中華郵政現有的公會體系 跟國家的制度 你根本沒辦法什麼 沒辦法道府收件嗎 沒辦法二十四小時嗎 光這兩種 第一個 宅配道府收件 第二個二十四小時 這兩個就是中華郵政沒有跟上網路商務時代 而在油物衰退的主要的兩個原因嘛 那你這兩個原因要怎麼解決 你從組織架構上面可以去解決的 你從制度上可以去解決的 你不要讓中華郵政最後 油物虧錢 受險虧錢 都靠利息的利差 跟投資股票賺錢 尤其絕大多數靠利差 你的稅錢淨利一百三十四億 裡面利差一百零九億 你看你佔幾% 一百零九出一百三十四 數字算出來我就下台 一百零九出一百三十四 你的稅錢淨利一百三十四億 而你從利差就賺一百零九億 那佔幾% 你的稅錢淨利裡面利差幾% 多少 百分之七十幾 不只吧 一百零九出一百三十四 七十幾將近八十 八十八十 佔八成 對不對 所以利差還包括所謂的 這個固定收益的一些收入 對嘛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剩下的是股票 所以你的業務全部都是虧錢的 受險也是虧錢的 然後郵政也是虧錢的 好好的從第一個從制度面 有沒有什麼要修法 第二個 宅經濟一定要接軌 好 我就跟宅經濟接軌 去整頓中華郵政 朝向這個方向去發展你們的戰略 絕對不要把中華郵政 在宅經濟的時代讓它消滅 絕對不可以 它太重要了 它太重要 它的公共性太重要以外 它是國人最信賴的一環 你一定要把中華郵政跟電子商務接軌 好不好 朝向這裡去開發 好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難得廣畢林委員這麼有感情的執行 好接著請喜天才委員 喜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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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黃偉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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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蕭美琴委員 蕭美琴委員 不在 李同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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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盧秀燕委員 孔雯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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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邱文善委員 邱文善委員 不在 鄭天才委員 不在 賴政塵委員 賴俊昌委員,賴俊昌委員不在 周尼安委員,周尼安委員,周尼安委員不在 黃昭順委員,黃昭順委員不在 江啟成委員,江啟成委員,江啟成委員不在 羅明財委員,羅明財委員,羅明財委員 那個徐建財委員,是不是等 請那個王記事委員之後再給你質詢好嗎 因為王委員等很久了 這個請王記事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 我們曾次長還有我們董事長 各位累積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有請我們翁董事長 請翁董事長 王委員好 翁董事長好 我想請教幾個問題 那個我們現在選舉到了 有一些很多候選人 文宣過去都喜歡用無名子投地的方式 我想在主觀上大家認為這樣 都可以普遍性的 選民都可以接觸到這個文宣 當然我們也無名子投地 我們過去看了 也有一些問題發生 所以說今年初在花蓮清水斷來 在清理一些大家在晉山的活動 垂吊人員發現很多垃圾裡面 有一些我們郵集的丟包 一些審批的 像縣政府明代印的農民利 橋位收集帳單 廣告文献 這些東西 我想這個 也都是我們 可能有一些不孝的郵物室丟下的 那當然後來受到處分 我想這個也不是第一件 過去我們屏東那個高屏大橋下面 也曾經發現過 這一種丟包的情況 像這樣這個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的那個呢 方式 我們現在就是要繼續進行所謂的投地的教育 讓有物質明了他自己本身所負的責任 和榮譽 那麼在我們的機場就穿這個綠色西裝的這個 上一屆機場 也要給他們一些督導 讓他們好好去帶他們每一個人分配到十二個道 教育跟督導 你說事後的機場 我覺得這個是 不看機場 機場的部分也沒有發生什麼效果 因為很多你看 我們從最近一年的那個 我們查核無收件地址 無收件人民址的郵件 共七千一百七十七次 但是發現切屍 只有三十七案 而且這個 切屍的內容主要都是用戶投地兩份 或者這個 而且是由用戶主動來回報的 所以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等於說我們積查 這些丟包的情況積查不出來的 因為有一些我們 比如說我們擠一個後人的文献 你寄出去 他收件人他也不知道說你有寄這個文献 他也不會去反映說我沒有收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很難積查出來 所以我這個意思是講說 我們既然這種你難查擠 有一些 雖然我們郵務室 我們郵差 有時候也有過勞的這個情況 這個大家都很關心的 那個過勞 這個在 今年 我們在苗栗不久前發生了 這個過勞是在工作崗位上 這個我們上次都執行過了 當然今年6月份也有60多名郵差在楓延 鳳山郵政公會的帶領下 到我們郵政總級 我們立法院來抗議 這個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覺得說公司可能太多了 你會丟包這個就是他 他這個工作量太重 他本來你無名指頭弟弟等於說每一個戶都要去送了 過去沒有這個可能少一點的那個你也要去送了 太多他根本就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才有會發生 乾脆丟掉這樣省的麻煩 這種情況應該你也要去把這一些 症結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你這個工作量太大了 對不對 是 那你如果沒辦法去改善這個工作量 我是覺得說 像這種民間業者也有在做這個無名指頭弟 我們乾脆你就不要這個業務可以審調給不要跟民間真理 做不好你反而影響我們整個中華郵政的金字招牌對不對 謝謝 把人家的信件丟到當然那個文獻有時候是垃圾文件 廣告 這有時候是垃圾文件 但是你人家總是來委託我們 我們有那個責任把人家送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把這個自己的金字招牌炸 是不是你如果說員工的這個工作量 他的過勞的問題你沒辦法解決 有一些業務上不必要的 可以而且也賺不了多少錢 跟民間真理也可以考慮去調整一下 謝謝委員指教 事實上我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是不是在一個適當的時機 在這一次的選舉之後 針對這個無名指頭弟的 來加以做徹底的檢討 就像委員講的說 如果做沒有什麼好處 那又很多壞處 那是不是要考慮比較根本性的解決方法 是是好這個這一點 那再來我們剛才管兵寧委也提到 我是想說這個我們進來 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逐漸扣增 貨業也隨著蓬勃發展 那中華郵正在包裹跟快捷 郵件收量方面 反而這個不僅沒有顯著成 反而呈現這個衰退 是不是這樣 這個快捷跟包裹方面 量事實上是有增加9%點多 而且值也有增加 就是傳統郵件 還有包括無名指、DM這些是在衰退 但是說我剛剛在報告的時候 提到說我們結構性的改良是在發展中 我們這個電子商務市場的產值 近六年來每年以兩位數的成長力 快速在增加 快速增加 那網過後端是包括以快捷郵件等載配商機 這個趨勢也是增加的 然後我們中華郵政 最近六年來 這個郵件業務收集量情況 不僅傳統郵件收集量 因電子網路發達而逐漸 這個是當然是電子網路發達 影響到我們這一些 這個收件 傳統的一個收件 這個是沒話講 但是包裹跟快捷郵件的這個 應該在電子商務中 應該可以改變各種方式 新的產品出來 你應該隨這個競爭的一個趨勢 能夠想出一些來增加這個市場佔有力 我們現在就在結構上面 盡量去因應電商的趨勢 在小包快捷方面去付出更多的力量 那這樣可以對我們的整個的損益平衡是比較有幫助的 對我們這個包裹跟快捷郵件收集量 這個好像意估105年度叫100年度 就前五年這個可能也有增長也有衰退 也有衰退的 但是總結差不多會叫100年度衰退10.47% 是不是這樣 這有可能 對啊 所以我們電子商務市場成長率是高達100.44% 所以說這個油的發展我們顯然是 我們中華郵政這方面顯然是不足的 人家已經達到100% 就像委員指教了 以後我們在結構上要把電商物流方面去做加強 不只是電商 因為電商公司沒有辦法做物流 我們是電商加末端的物流都在我們手上 我們要把這個優勢把它發揮出來 我們是覺得說我們中華郵政是保守 因為百年老店 所以這個保守 那你過去我看董事長你也有一個 外交官你也看了很多世界的一些趨勢 你都很了解嘛 像你跟印度總理那個都很熟 這個在怎麼樣的應該在經營理念上你會比別人開放 謝謝委員 在比較前衛一點 對不對 所以應該在發揮你的長處在這一方面在你中華郵政擔任董事長裡面在這一方面來加強 是 受賢方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受賢 你受賢 這個我們的招牌是比較穩當 大家都覺得我們早期在加這個檢疫受賢 郵政檢疫受賢 還是發展到現在 我看我們也沒有什麼新產品出來 在人家你說受賢 這個 被人你競爭會這個 這個目前的競爭是受賢公司太多了 但是我們也是早期的這個好的招牌 大家信任的一個招牌 你不能說怎麼做到會虧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也可以研究一些新的這個受賢的產品 讓 我說最檢疫的受賢到現在我們還津津樂道 對不對 小時候在這個幾十年前 大家一個家庭受賢都還沒普遍我們就走在前面了 那到現在反而是衰退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那部分也在做 但是就是我剛剛也報告過 我們的金融監理機關 希望我們朝一般的商業保險方面去做 所以造成我們最近這一兩年 會保費看起來會下降 但是因為在調整階段中 加強研發 加強研發我們才有出入 我們不能我們要正臂起 所以把我們這個 中華郵政的招牌再重新插量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邱智瑋委員 邱智瑋委員 邱智瑋委員不在 請 請邱智瑋委員 謝謝主席 請請邱智瑋委員 請他請誰都沒有用吧 來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誰 邱董事長 徐委员好 请问你上任多久 两年一个月 你上任的时候所提的 歹格提升计划 现在实行的结果成果如何 日有起功慢慢都有进步 日起有功对不起 成果 数字会收啊 这些数字出来 哪些是你艺务创新的 哪些是你艺务经过什么方法改革的 所以有了绩效 首先我们的整体的角库的目标 在这两年都可以达成 预计明年也可以达成 所以最终终结的角库 新的 时代改变那么多了 那么在油物方面 电商和物流 我们的虚实的合一 这个策略 现在这个 以你刚才提到 刚才政治 提到的这个快递 你现在总营业额一年多少 快递一年营业额大概是 50多亿 大概接近55亿 55亿台币 是 快递50亿台币 我请教你 你这个中国顺丰 树印公司 在台湾 营业 一年它的营业额有多少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的 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你知道淘宝网 一年在台湾的营业额有多少 好几百亿 数字 精确的数字 淘宝网的部分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好几百亿的数字 淘宝网加顺丰 要进攻台湾市场 这已经是 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进展怎么样 那 你也走快递A5 那你跟他比较怎么样 我们的价钱比他高 因为他们是用非常低的价钱 那为什么价格不能低 不能竞争 一样在台湾的环境 他不会做赔钱生意吧 我不知道他有赔钱 不过他的价钱 已经低到我们中华人 没有办法跟他去抗争 其实也不需要去抗争 因为用低价钱对价钱比的话 我低他在你的资源整合上面 各种人力 物力等等的调配上面 像这一次的11月11号的 这个光棍节 很多人来找我们 世界文明的假后节 因为我们三载版的假后节 报告委员 我们中华邮政经过审慎评估决定不加入战局 因为第一个他揽货的价钱太低 会打坏整个市场行情 中华邮政一旦加入之后 不是啊你不在加拿特战局是一回事啊 因为它是一条龙啊 你买淘宝网的东西它就是独家垄断啊 所以它是交叉销售啊 但是你要另外开辟你的快递市场啊 你东南亚也好台商那么多 然后这个台桥那么多 然后台湾的出口 现在这个网继网络的网络这个交易 越来越多 那网络交易总要有实体实货的运送啊 那这部分如何 做跨境的交叉的这个 相互的这个合作等等 你应该展开啊 是 你东西国家在台湾卖东西 我帮你运送 那我台湾东西到这个你东西那边去 如果你们那边这种运送的系统没有成立 那我帮你辅导 甚至那边去设置公司 或是跟他们交叉销售股 你要灵活应用嘛 你现在是盈利事业啊 因为你的这个传统的这些义务 已经越来越少嘛 传统义务以前有 有一些国家政策的问题 现在没有啦 越来越 这部越来越小啦 对不对 所以你董事长上来也没有什么性格嘛 就问你在这里啊 我还没有深入研究 我没有时间帮你深入研究 所以我让你自我发挥 发挥不出来 那结论就说我不参加那个战局 不参加就要赢过他 对不对 你的这个人脸的待遇要比他好 你的报酬率要比他高 不参加战局 不跟他搞混 不跟他脚混 这样才对啊 结果他赢我没输啊 我怕你所以我不参加你的战局 包括委员我们刚刚讲了一半 如果可以好好继续说 你说 我们现在是准备邮政对邮政来合作 我们现在跟新加坡邮政 邮政对邮政是好啊 我们跟新加坡邮政 跟日本邮辩 越南邮政 还有包括对岸的中国邮政啊 用邮政结合邮政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都感受到民间业者满天的压力过来 所以邮政对邮政合作 再透过海关的中介 占你的主体性 占你的利润中心 占你的绩效中心 这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不要合作以后 最后呢 是被吃掉了 开门 让他进入我们的市场 这个愤怒你的通路 这也是合作啊 好了 保护国家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 打问号 现在来谈个人安全 来 看这个 看这个网络的 网络的头书 发生在我的台南市 邮差 是假邮差还是真邮差 怎么这种事情呢 来看一下 来 邮件来了 签字 他因为比较激紧 诈骗 我说该张可以吗 一定要签字 他习惯就拿印章出来 不能用 又签字 给你的后面加本票 叫他签字 你有没有严格 要求说你的游无人脸 不要被仿冒 不要被 安全呢 有没有 有一天被夹齿了 对不对 一个小时之内前面作案 都用你邮差的身份 用你邮差的服装 用你邮差的工具 然后前面作案 一下子 那你怎么收拾 这些安全的防护机制 敌人要渗透破坏台湾很容易啊 像立法院的国会 世界有国会 安全 大门敞开 人类的安全机制 防护都没有了吗 世界有没有吗 是因为你们小们 如果人家不理你啊 要的话一下子台湾就完蛋啊 国会 国会就好 那你们呢 保护人民的这个案子查一查 我们去查 这新闻是假的还是真的 去问他一下山关路 如果是真的 那就很严重 我们也查 他说邮差啊 这个 何俗阳 还有名字 我朋友转给我的 问我说这个能不能帮忙防患 刚好今天有这个节目 我告诉你 好啦时间到了 要关心的是 台湾必须改革 台湾必须进步 台湾必须跳脱传统 台湾必须跳跃 走国际化路线 走尖端路线 电子商务发展啊 你这个传统的A5 如何配合电子商务 夫妮卑庚 甚至 跟他领航 同步 亦步亦趋的成长 这些都很重要 人家淘宝王一下来 从金融 从货运 什么结合起来 他连锁 你看一下子那么大 光在顺风公司一年的营业额 人民币超过300亿 台币超过1500亿 一家公司 员工18万 你中华电信员工多少 26000多 他的几分几 九分之一好了 九分之一 但是你的营业额 有没有他的九分之一 我们营业额大概是3200亿 台币 台币 那比他多 好 这个方向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喜仙才委员的咨询 根据执行委员经理发言完毕 另做以下处理 委员陈树月 刘兆豪 简东宏 所提书面执行 列入记录 并刊登公报 现在休息五分钟后 进行讨论事项之处理 做一个样子 很亮 还是外面 这打口棒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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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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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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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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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